中国足协正面回应 2030年世界杯举办权揭晓谜底 球迷支持足球的天终于是要亮了 大家好,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足球 那么聊聊咱们足协方面在近期回应的 关于咱们国内足球圈 大家讨论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重点话题 那么相信这样一个足协正面的回应 也一定会得到国内球迷所有的支持 那么也让咱们大家看到了 中国足球正式崛起的希望 而如果你看完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本期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 中国足球发展的球迷朋友看到直言的视频 接下来呢,咱们就言归正传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首先呢,我们都知道 在前段时间 由于咱们中国男足在国际舞台上 整体表现不佳 导致咱们国内足球圈 是陷入到很大的舆论当中 那么为此咱们中国足球 确实也失去了很多流量 那么导致现在咱们中超开赛以后 很多球迷可能也不再去重点的关注 中超联赛了 对吧 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咱们中国足球是陷入到很大的低谷当中 但是呢,就在近期 那么关于中国足球的一个话题 是再次引起了全国球迷的热议 而相信这样一个话题 也是被很多球迷所关注到 那么就是在前段时间啊 根据西班牙财经媒体相关的一个透露 那么他们已经了解到相关的消息 那就是咱们中国男足为了冲出亚洲 足球方面对申办2030年的世界杯非常感兴趣 而且呢,这个媒体还在相关的文案当中 列出了咱们中国足球 希望去申办2030年世界杯 那么三点所谓的原因 首先呢,第一点 那么该媒体认为 世界杯很多赞助商都是来自中国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就导致咱们 中国足球方面想要去承办这次比赛 而其次的话 那么足球方面希望中国男足 能够打到世界杯的决赛圈 那么这是咱们中国足球 长期去奔赴的目标 但是呢,靠常规的手段 却很难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 所以咱们中国足球可能会不破不利 通过这样一个大力度的比赛 那么希望咱们中国足球 能够在国内获得更好的发展 而最后呢,就是该媒体认为 咱们中国高层方面 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考虑 这些是西班牙媒体爆出的 咱们中国足协想要去接手 2030年世界杯 想要去冲击世界杯举办 这样一个目标 相关的一些因素 那么看到这些因素以后 可能在第一时间 很多球迷呢,也能够表示理解 毕竟呢,这些因素 确实也和世界杯的相关举办 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 因此在第一时间 关于中国足协 申办2030年世界杯的情况 也是得到了很多球迷的讨论 但是我们说 西班牙媒体相关的一些证实 真的可靠吗 那么咱们中国足协 真的有去申办世界杯的 这样一个意愿吗 其实呢,就在近期 咱们中国足球方面 是给出了一些 那么比较明确的答复 那么就在不久之前呢 咱们中国足球内部的人士 是给出了这一次 关于中国足球 申办世界杯的答案 但是这一次足球方面 相关的表态 和西班牙媒体 他们所透露的 是截然不同 那么足协内部人士表示 咱们中国足球 都已经成绩踢成了这样 还会去申办世界杯吗 这可能吗 所以说这是足协 给出的一个相关态度 那么这个态度 就是咱们中国足球 并没有去考虑 申办2030年的世界杯 原因呢 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咱们中国足球 目前的成绩 已经非常糟糕 在这样一个时间 去申办世界杯 又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对吧 而相信看到足协 这样的摊排态度 咱们国内球迷 也能够感到支持 感到放心 因为呢 我们也都知道 中国足球 目前我们的问题 并不是通过申办一次世界杯 就能够得到解决 我们现在球队 整体的基础都非常差 那么国内的整体足球普及 还没有达到应有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呢 在这样一个时间 中国足球更应该去扎根于自身 去好好的沉淀自己 那么在咱们国内联赛 咱们国内清训方面去发力 这样的话 中国足球才能够厚积勃发 真正的去完成一个崛起 而按照足协方面 现在这样一个态度 可以说 他们也因为中国男足整体糟糕的表现 已经是认清楚了 目前中国足球所在的原因 也不会在后期 通过大力度的方式 去拔苗助长 去违背世界足球应有的发展规律 所以说呢 这样的情况 就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足球 能够真正崛起的一个信号 那么关于世界杯 我们也相信 中国足球总有一天 我们会完成身半 那么届时 我们也希望中国足球 我们能够顺利的来到 世界杯的决赛圈 咱们也期待着 中国足球能够迎来这样一个盛世 在未来最终的到来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留到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球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 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体育心言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